纸上谈兵 在古代,有一位名叫赵阔的将军,他熟读兵法,对战争理论了如指掌,然而他从未真正上过战场,缺乏实战经验。 当赵阔被任命为军队的主将时,他自信满满地按照兵法书籍上的策略来指挥战斗。 然而,由于他缺乏实战经验,无法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战术,导致军队在战场上连连失利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仅仅停留在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是不够的,我们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,才能真正地理解和掌握一门学问或技能。 比如,老师告诉我们,想要提高作文水平,不能只是纸上谈兵的背诵范文,还要多写多练。 小明总是喜欢纸上谈兵的规划他的学习计划,但每当遇到实际困难时,他就选择放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